来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 环宇全世界倒计天下 讲进古今 天下事 我是主持人董静乔 这个节目呢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从未解之谜 碰撞科技新知 从古至今的热门话题呢 邀请您跟着我们的节目 还有专家们一起来深入解析 取找答案 马上介绍今天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静乔好 大家好 第二位同样是媒体宣的大前辈张有华 静乔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时事评论员王上志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节目一开始 我先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 存在了许久的假说 那就是被认为潜伏在地底许久 在暗中掌控人类为民发展的幕后黑手 蜥蜴人的传说了 那有些人认为呢 他们是来自外星的高等文明 就躲在暗处呢 控制着人类社会 那也有一派觉得呢 他们就是地球的原生物种 是由于在地底下发展 进而躲过了那个 记载在很多文明里面的末日大洪水 而没有灭绝 甚至有英文论呢 点名了包括了美国的光明会啦 英国的王室成员啦 甚至是台湾人一定都用过的脸书 Facebook他们的创办人朱克伯 皮囊之下也是蜥蜴人假扮的 有没有这么离谱啊 根哥 五大外星人 大家都知道 就是在网路社群上面 常常在讲什么 这个就是小灰人 大鼻人 然后龙族人 龙族 龙族人 再来就是 最近常常被讲得非常沸沸凉 叫什么 叫做天鹅人 天鹅人 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蜥蜴人 蜥蜴人不小心他就露线了 怎么露线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 这个其实最早的报道是出现在1988年的时候 1988年 那时候在南卡罗兰娜州 有一个少年他才17岁而已 他叫David David David有一天他开车 17岁少年 开车 违规了 美国很多人这样子 很多人这样 结果他违规 他不是碰到警察 他碰到了一个神秘的 不能说是生物 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他是谁 对 因为他是为什么会停下来 他开车经过 南卡罗兰娜有很多沼泽区 他停下来 因为轮胎爆胎了 爆胎了 爆胎要换备胎的时候 当他在 换备胎的时候 突然看见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什么啊 好像是动物 不不不不 很快的 又像动物又像人形 跑到他前方的时候 他心里想 他远远看 他认为这个动物直立起来的时候 应该有无耻 不对不对 然后到他面前的时候 冲过来 有六尺高了 六尺高啊 有六尺那么高 哇 那到底是什么 他会很奇怪 他觉得不对劲 他工具一丢 赶快上车 因为 说实时那实快 这个 怪物已经 扒在他的引擎盖前面 这么吓人 对 他心里想 这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 他敢会发动 他点发不动 对 跑 跑了 先跑再说 跑跑的时候 这个怪物竟然 扒在他的车顶上 你知道吗 然后不下来 他是左甩右甩 好不容易才把他给甩下来 这么可怕 很不容易摆脱他的时候 他就赶快 跟他爸爸讲 爸爸说来来来来 你还没有成名 带你去警察局 做笔录 警察局 那个警察就这样 值班警员说 我看你又是在恶作剧 在瞎掰 在胡说 对不对 你知道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接二连三的 当地的警察局 都接到同样的报案 就说他们目击 目击者 说这个生物 它有三只手指 但都是尖的 尖的 然后呢 背上有鳞片 鳞片 绿色鳞片 然后会主动攻击人类 这很重要 看到人类会上来攻击 对 它会上来攻击 哇 这到底是什么 什么样的生物呢 然后呢 不但有很多个目击 而且共同的就是 攻击车子 而且那个车子上面 都有那种 不是正常的动物 会刮出来的痕迹 警察开始出去了 就把这些证物都采集起来 尤其是在湖边 他们采到了 长达36公分的 脚印 脚印 哇 36公分 36公分那么长 很长 这种事情 警察没有办法受理 是 警察把它转给FBI 三个礼拜以后 FBI说 对不起 根据我们所建立的 生物资料档案 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生物 就是说未知啦 未知 OK 为了这样子 你知道当地的 WCOS 无线电台 他说我悬赏100万 只要能够抓到这个生物的 我们真的会赏100万 一定的啊 证明开始跑去 对啊 到处去找这个生物 这生物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生物 其实你这样听起来的话 有点像都市传说 对 确实很充满都市传说的感觉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那我就要问一句 非常奇怪的是 为什么到了2017年 当地的政府还公告 让市民注意 如果你有看到蜥蜴人的话 一定要赶快报告 在Twitter上面也这样发 他说原来 其实这个在当地 它绝对不是一个都市传说 连官方 自己都跳下来说 官方 他觉得这么多人 不可能同时 就说他们都要造谣 假造这样的事情 所以到底有没有蜥蜴人 其实我跟你讲 蜥蜴人在武力年代 就已经有一些社团 可是那时候还没有一些 就说这种软体 所以那个时候 资讯还不发达的时代 可是我跟你讲 有很多考古学家 跟生物学家 他们就已经讲 蜥蜴人古文明的时期 就已经存在 大约在六七千年之前 它就已经存在了 而且它慢慢能够 进化成为人类 不过该理论 被支持进化论者 怀疑推翻 可是支持者他们会讲说 我请问你一下 我们的古生物文明 是不是到了二十万年前 才突然有人类 鱼类 他们为什么一下之间 会通通的冒出来 因为这个进化 未免太快了 所以蜥蜴人 本来就存在 这个世界上面 是非常可信的 而且蜥蜴人 有极高的智慧 他们本来是住在哪里 地底下的 那它有大量超前 人类的高科技文明 而且他们用 爬行类动物的外形 出现在什么地方 埃及就有这样的文明 对不对 不但埃及有 而且苏美文明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 生育母神 还有埃及的法老 对 玛雅的库库康 还有什么样 还有中国的 女娲 女娲 女娲也是 都是什么 都是人形蛇身 而且身上都有鳞片 鳞片 你说它可能像蛇 不是 它跟蜥蜴 也是有共通点 所以会让人家觉得说 为什么这么多古文明 都有崇拜这样的 生物的现象 是不是人类的先祖 就是蜥蜴人 转化而来的 而且就像干哥说 刚才提到这么多文明 包含了这个 美国他们的原住民 霍皮族 非常崇尚 地底跟洞穴的 这个民族 他们的文明里面 也曾经记载过 蜥蜴人的存在 对 听说五千年前 霍皮族他们的土地 受到流星攻击的时候 就躲到地底下去了 但是后来 他们就重新回到 地面上来的文明 其实现在还是有 很多人居住在哪里 你知道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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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苹果 竟然藏着蜴蜴人吗 为什么要藏在纽约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纽约是人类的科技 经济 政治等等的中心 它是神的一个大臣 它是一个集结地 那你说 究竟很多寓言 是不是来自蜴蜴人 因为 我说句实在话 有很多寓言都很准确 对不对 可是这个 就是说非常的神秘 你会觉得说 一般的人类寓言不出来的 他们为什么能够 有这么高的寓言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蜴蜴人 他们很可能跟一个团体 有非常大的关系 阴谋论者他们就讲 其实蜴蜴人 他早就存在这个世界上 最近三百年来 其实老实讲 他们跟一个秘密组织 很相关 叫做共济会 所以干哥的意思是说 第一个目击的人 他发现蜴蜴人长得很高 有三子 有鳞片 但是蜴蜴人也会 以另外一种形式 存在在我们人类的社会上 对 因为他会读心术 他会读心术 他看着你的时候 他能够知道你脑子里面 想什么东西 他不但能够读心 而且可以把你的智慧 给吸取过来 其实蜴蜴人 本来就是智慧的化身 不过研究者 跟这些学者 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我刚刚第一个 讲的这个少年的故事 蜴蜴人 他们是邪恶的 他们本质是邪恶的 本质是邪恶的 也就是说 在这么多种五大外星人里面 蜴蜴人本身 他是邪恶的 他不但邪恶 而且这三百年来 他控制的人类的政治 军事 经济 甚至演化 甚至2008年的金融海啸 都是他们造成的 那他们这样一直埋伏在 我们的社会背后 他们到底想要 对我们人类做什么 这就是重点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说 其实 共济会 它是一个宗教组织 光明会 它其实是什么 它是政治跟经济的组织 可是光明会跟 共济会 这两个 他们的成员是互通的 互通的 有些成员 他既是光明会 又是共济会 在这种情况底下 其实就衍生到 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政要 各国的政要 你仔细看 还有王室 欧洲王室 他们以前都是近亲通婚的 记不记得 近亲通婚的原因是因为 要维持西裔人的独占性 跟控制欲 所以 你说荷兰王室 英国王室 法国王室 他们都 比利时王室 都不会跟外界通婚 外界通婚是最近 一百年以来才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常常看到说 英国国王的妹妹 她其实是西班牙的王妃 等等 像这种不断重复的这种血统 就是因为 其实这背后 都是蜥蜴人 在操控当中 好 我们现在讲到 有这么多政要 这么多元首 你知道吗 其实有人就已经预判出来说 像那个希拉蕊 对 她喝水的时候 她有一种蜥蜴人的特征 她的嘴巴会鼓起来 会鼓起来 因为像这种爬虫类动物 喝水的时候 嘴巴反而会鼓起来 我们人是吸 一定是 你说用吸管 反而会陷下去 她不是 她是鼓起来 最重要的一点 是美国的一个歌手 叫做Cady Perry 她在唱歌的时候 她竟然被人家拍到 她的瞳孔 竟然会在唱到高音的时候 变成橄榄尖 就是说她会 瞳孔会变形 会收缩 会变成橄榄尖 就有兴趣的朋友 大家可以到 那个网路上面去看 是真的 就很多像这样的影片 被人家截下来 最重要的一个是谁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有很多美国总统 对 在三代以前 他们都一家人 哦 是蜥蜴人的后代 所以是蜥蜴人 在我们人类社会 埋伏在这些 震惊的高层背后 在控制着老百姓 对 包括罗斯福总统 甘乃迪总统 以至于最近的欧巴马总统他都是 他说 咦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横跨白人黑人都有可能是蜥蜴人 我回到那一句 就是他们可以变成人形 脸形这样子 就是说蜥蜴人 他随时都可以变成人形 而且可以读你的心 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知道最近也被人家说了 几年前 有一个我们最熟悉的是谁 祖克博 祖克博 脸书的创办人 你知道吗 他说我现在开始开放call in 我难得接受大家的询问 你知道 结果上来第一个题目就问他了 你是不是蜥蜴人 你是不是蜥蜴人 一个小时内 六百人上线来问他 第一个题目问他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说我不是蜥蜴 但是我很欢迎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他也不排斥人家 说他你根本不是人类 照理想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说我不是 我怎么可能是蜥蜴人 就解释到很累 因为一直有人怀疑说 这祖克博 他就是蜥蜴人 安插在我们人类社会来影响科技走势 后来他又加了一句 他说我以前是人类 我将来也是人类 你是在绕口令吗 你就应该说 我跟蜥蜴完全没有关系 但人家看他在回答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非常的局促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题目是他在筛选的几十个题目之后 特别挑出来 可以让你来问的 为什么 他有意而为之 要在公众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底下 你还认为说 在你周遭 没有蜥蜴人的存在吗 我认为这个想象空间 非常的大 OK 好 所以干哥觉得或许 这个蜥蜴人是真实存在 并潜伏在我们的社会上 当然这个都市传说是永不过时 不过接下来 要跟我们的有华哥请教了 那蜥蜴人如果真的是在暗中 引导人类文明的发展跟进程 那他们就像刚刚说的 一定假扮成世界上最有权势 最精英的一个族群 那哪些名人啊 元首啊 或是政要 都曾经被怀疑是 会不会是蜥蜴人假扮 好 我们今天先补充一下 蜥蜴人他三种特性 重生 他的重生非常快 重生 生长速度 生长速度 他非常的快 然后第二个 地形地物地貌 山峰水下海洋 没有办法限制他 所以他畅行无阻 对 他就畅行无阻 第三个 速度快 速度快 他速度快 所以他看很多事情 都在人类的前面 不是在人类的后面 就是说这种速度快 是包含他的身形 还包含他的脑袋 他的身心灵 包含远见 都看得比人远远 对 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 大家喜欢要探讨 蜥蜴人他存在 或者是不存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相信存在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各位看 伊列莎白女王 对 他死前有灵异 他死后 他的瞳孔 他的瞳孔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感染色 感染色 然后细肩型的 各位看 他都是感染色 细肩型的 尤其这只眼睛 所以他们认为 伊列莎白女王 包含英国王室 都是蜥蜴人的化身 那我们再来看 因为他的 左眼的瞳孔 出现异状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他一只眼睛 这个地方 成为一个细肠 而且呈现感染 或者琥珀色的 他播出来以后 在网络上面疯传 对 甚至于连BBC 等这些媒体 都有大幅度的报道 对 但是英国皇室 不做任何评论 结果没有想到 商礼办完了时候 就马上就删除了 我们再来看 戴安娜之死号 跟揭发蜥蜴人的有关 因为戴安娜发现 黄氏一家是蜥蜴人 但是戴安娜的日记里面 也曾经透露过 他们可能不是人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说 他可能不是人 他主要的是 经过了蜥蜴人的演化 他虽然是有人形 但是我还是讲 速度快 畅行无阻 考的 思考的也比别人快 所以戴安娜这么一讲以后 他的助手曾经出书 讲戴安娜因为想脱离 英国王室 或者跟查尔斯国王之间 现在是国王 当年是亲王 他想要摆脱 蜴蜴人家族的牵绊 所以他想逃 他想逃离 因此 就是认为戴安娜的死亡 并非是意外 而是蜥蜴人 为什么他的死亡 跟蜥蜴人有关 刚刚讲两个字 快速 快速 那你车子开得快 会不会出问题 当然会出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故事 把它演化成说 蜴蜴人 他存在的事实 况且蜴蜴人 他化为人形 有极高的智慧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再看蜴蜴人 就有一个特性 除了腮帮子以外 各位仔细去看 像高尔 美国副总统高尔 那你去看他拍的时候 他只要角度上扬的话 包含 我们刚刚讲的 普京那些通通 他只要角度上扬的话 他的绿色的鳞片 会随着光泽的不同 而呈现 这个就是说明了蜴蜴人的存在 所以某些角度是会拍到 他们的脸明明是皮肤的地方 但会有点像鳞片的存在 对 这么神奇 这个就是说蜴蜴人 他们的存在 为什么地球经过了六次灭绝 他们还能够存在的原因 我们不讲古文明 我们就讲地球的六次灭绝 为什么这种原生物种 还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就是激起大家探讨 蜴蜴人存在的原因 是 就像某阿哥讲的 其实不管是蜴蜴人也好 还是他们或许能够躲避 这个大灾难 一直存在在地球的地底 他们的城市 他们的文明也好 那真的是给大家 很多的想象空间